先兩勝繼續排在小組榜首 體育記者馮堅成報道 中國上場贏阿聯由3比0之後 可以說士氣如雄 陽神得住了沙欣轉身抽射 考不到蘇萊曼 中國曾經在98年曼谷亞運會 大勝過阿曼6比1 李肖鵬挑過對手 大腳鬥入近12碼點 棋榮頭錘可惜頂得太棒 由業餘球員組成的阿曼 在攝氏34度的高溫之下 打到完半場前的3分鐘 有機會先開紀錄 孫繼海哄掉腳追回撞跌了對手 球證直至12碼 達比特主射給江津柏 都再中處不入 兩隊0比0半場回更衣室 中國開始時收起了郭埃東 他一出場差點有球入 在10強賽逐漸上位的奇弘志兵 孫繼海的全球避過了對手射入1比0 中國之後再變陣 後備出場的楊鵬禁區駁倒12碼 范箭藝就不負所托 令到中國贏2比0原場 現時在B組以6分繼續排第一位 卡塔爾同樣贏阿聯酋2比0之後 小中國2分排第二 無線電視記者馮堅成報導 就要看天氣了 月七天陰 這個基因的識別方面呢 取得了國際公認的成果 結合我們國家的具體情況呢 我們能不能在中醫藥理論方面 我們今後呢有很大的一個進展 陳竹院士告訴記者 中國基因組研究的目標是給病人找到更合適的藥物 使更多的病人受益 中央台記者報導 廣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的直接原因現已查明 是管理混亂長期非法開采 違章爆破造成 現在有關責任人已經依法被逮捕 與事故相關的獨職賄賂等問題仍在調查之中 國務院調查組在礦井水排干後 立即展開事故原因的調查 通過調查確認事故發生的時間為7月17號3040分 地點是廣西南丹龍泉野鏈總廠所屬拉甲坡礦9號井 標高負166米平航的3號作業面 認定這是一起由於礦業秩序管理混亂 長期非法開采 移采再探 亂采爛挖 違章爆破而造成的一起特別重大的責任事故 在井下排水過程中先後找到屍體78具 還有兩具屍體於7月26號被礦主私自拉出火化 事故遇難者共80人 失蹤1人 國務院調查組在查明事故原因的基礎上 通過對事故責任的分析認定 提出了對有關責任人的處理建議 公安機關已對原龍泉礦野總廠總經理黎東明等11名嫌疑人 以重大事故責任罪依法逮捕 檢查機關已對濫用職權故意隱瞞事故真相的 原南丹縣委書記萬瑞忠 原縣長唐玉盛 原縣委副書記莫壯龍 原副縣長維學光等次人依法逮捕 與事故相關的獨職 賄賂及涉黑問題仍在深入調查之中 中央台記者報導 熱帶風暴飛特的風暴中心在30號晚上已經移置了廣西北海市偏南方 大約30公里的海面上最大的風力達到了8級 受這次熱帶風暴影響 廣西北海市 青州市以及北部灣海面刮起7-8級偏南風 震風達到10級 並出現大暴雨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發出緊急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防汛抗洪的各項準備工作 確保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目前 廣西沿海各地的幾萬艘大小漁船已經全部進口避風 水庫 海底都沒有出現險情 各港口 走 走 事發的時候 在四樓酒吧的客人 很多都走上天台逃生 消防原液架起另一條雲梯救人 由於傷者好多 要分別送去22間醫院搶救 最後證實 有32男、10年女 總共44人死亡 九成都是Curban農英致命 另外有三個跳樓逃生的男人 亦受了傷 但就沒有生命危險 東京四房廳的官員說 要用五個鐘頭 至將火救適 而死傷又那麼嚴重 主要是因為大廈裡面 只是有一條樓梯 而防火門又沒有關好 爆炸引致的大火和濃煙 一發不可收拾 爆炸在當地時間凌晨1點 即是本港時間止夜發生 這個男人說 聽到一下很大的聲響 接著見到一個人滿身心血地跌落樓 到了早上 可以見到現場一片凌亂 三樓和四樓全部燒毀 當控制調查 爆炸是否跟三樓麻雀館樓煤氣有關 消防員在麻雀館內 發現一條斷了的煤氣喉 大共同社報導 就指可能是有人中火 新宿區的江武忌丁 有很多食肆和娛樂場所 不少當地人和旅客都會去消遣 手上小傳順一郎對死傷者表示慰問 有下令撤查事件 這次是日本近二十年來最多人死傷的火警 武士電視記者周杰宜報導 旅遊業議會表示 目前有十幾個香港旅行 在這次公開演習 日本自衛隊展示直升機攻擊能力 有出動坦克 無以攻擊敵軍目標 這次演習在靜岡舉行 一共有1,700多個自衛隊成員參加 以提升自衛隊反擊敵軍地面進攻的能力 近年來日本的軍費開支 拍得住不少軍事強國 但大部分的錢就用在自衛隊成員的薪酬方面 防衛艇要求國會 在明年4月開始的財政年度 撥出420億美元軍費 比這個年度增加1.8% 用來購買一架空中加油飛機 以及與美國聯合發展導彈防禦系統 分析家估計 日本真的這樣做 必定會激怒亞洲輪國 無線電視記者梁文思報道 調查發現過去十年 全球患癌症的個案增加了兩成二 再過二十年 會多1,500萬人患癌症 黃麗珠報道 我們應該有風度來支持他繼續執政 但是宋楚瑜跟親民黨能夠等 人民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當天晚上島內媒體的談話節目就在台灣新莊 以朝野人民清醒了們為主題展開討論 百姓群情激動 台上就座的立法委員也言辭激烈 我是家庭主婦 今天不管誰執政 我只要我有工作做 我的孩子過得好 我希望執政黨的人 真的為人民 看見人民再苦 你們還睡得著嗎 你們這執政的 根本沒有一個定位 所以說你什麼執政都推給 推給那個大陸去推個怎樣 我覺得你知道自己要檢討自己 為什麼我們的廠商 為什麼會跑到大陸去 自己是要好好檢討一下 以前為什麼都沒有走 現在都走光光 公職找方法 失敗者找藉口 我認為執政者沒有找一大堆藉口的理由 不要把2300萬人民當作糞圖 陳水扁執政以後 陳水扁的內閣就是道歉內閣 陳水扁的內閣從唐飛院長 完了一路張俊俊哪個沒道過歉啊 我們可以看到阿扁說要下跪 內閣是道歉內閣 總統是下跪總統 問題都不是在道歉跟下跪 問題在到底我們對於自己 這個土地上有沒有覺醒 就此問題 記者還走訪了清華大學台 來引所的台灣經濟專家 殷存義教授 整個台灣的這個社會或者民眾 對這個陳水扁當局的這個信心不夠 你看從今年以來 就是他的年初的股票不斷的 所謂的跌跌不休以來 平均每個人損失的 這個20萬台幣左右嘛 因為台灣那個股市上 台灣幾乎是全民炒股嘛 這個那股市的大跌的話 從年從陳水扁當選的9000多點一直跌到3000多點最低的時候 對這個台灣民眾的這個確身的收入鎖水已經鎖了很大一步了 另外呢現在這個經濟狀況就台灣大量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 裁員實業這個問題 那裁員實業這個問題也是直接影響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下降 台灣民眾大概已經長受到了近十多二十年來沒有過的 這個就是生活水平的實質性的生活水平的下降的這個這麼一種苦頭了 拿出主機出原先的預估報表來看看 發現實際情況是在與之相去甚遠 而在這份新的預估報表上則赫然註明 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長率會大幅的反彈 這樣樂觀的估計不知道民眾在心裡會不會打個問號 島內一些媒體對此問題也紛紛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們說第二季會二點多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其實跟很多朋友就在講說 這實在不太可能的一個數字 因為他在公布第二季數字第一季數字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已經五月中旬了 第二季已經過了一半了 你從外銷訂單的數字 你從任何的這個工業生產的數字 你跟民間消費數字 那時候都是很嚴重的負成長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可能得出一個正成長 所以前一段時間經濟的這些官員在講說說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第二季大概是0到1之間的時候 那市場也傳言說是0到1之間的時候 我都開始懷疑我自己的算數能力了 因為我得到的訊息都是 比如說像工業生產指數是負10%以上的 這樣子的一些數字加總起來要怎麼把它變成正的 其實當你碰到我們的財經官員 自己的政策沒有一項能夠落實 各位當我們經濟不好的時候 不是全世界都不好 我們不要再拿全世界經濟不好當作藉口 我們不要去跟美國比 不要去跟超乎台灣競爭力的比 我們就跟亞洲四小龍比 第一季我們是1.06 那人家是多少 人家最少是2點多以上 我們是最後一名 我們是最後一名 所以他們正好是2 3 4 然後我們是最後一名 那為什麼這樣原因 另外呢 以台灣的經濟結構 這一波受到美國 或者受到國際的有關電子業不景氣 那相對的比重來看 我們是不是應該摔這麼多 大家的看法都已經做出來了 發覺我們不應該是摔這麼多 台灣經濟由於是這種外向性經濟 或者人們稱為的是訂單經濟 它主要是跟這個歐美市場 緊密相連的一種經濟 那麼今年的整個這個世界經濟 以美國為首的這種 發達國家的經濟的不景氣的衰退 那麼當然對它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影響 這一點是不能否認的 那麼但是這個重要的影響的話 應該說不至於搞到 就是說整個經濟都出現了負增長 因為這個影響不單是對台灣一家而言的 對於它周邊的國家和地區 大家都是同樣面臨著這種影響和衝擊的 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周邊的國家和地區的話 可以說是沒有哪個國家和地區 像台灣經濟 尤其像它第二季度這個經濟 這種負增長的狀況 看香港或者看新加坡 就同樣是它的亞洲四小的 還包括這個韓國 那麼他們的經濟的話呢 也都沒有出現負的增長 雖然也受影響 訂單受影響 整個經濟的話呢 比去年比起來的話呢 是稍微受了一點這個衝擊 但是也沒到這個狀況 那就是說不是這個外面的這個宏觀環境或者的影響 曾幾何時台灣一度傲視全球 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而今卻淪為四小龍之位 民進黨上台一年後的金田 外貿大幅衰退 工業生產急轉直下 經濟增長率屢創新低 失業率則節節攀升 股價跌跌不休 金融危機挥直不去 島內各界對經濟下滑的如此嚴重 都憂心忡忡 民眾未來的出路究竟該向何方尋 現在的政府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雖然說跟立法委員或者是學者 甚至企業界在金發會裡面 有很多討論 但事實上這些討論 你看看它有多少 真正能夠反映到民眾的心聲呢 有很多的討論 其實是被企業界牽著走的 那反而說 大家牢方的聲音反而是小 企業界因為現在變得好像說 因為環境不好 所以要讓這個會下蛋的母雞要吃肥一點 那至於說買雞蛋那就算了吧 因為從一個經濟體的發展來說的話 沒有效益 第二個 它的產業層面 它的產業層面呢 它現在是什麼呢 它陷入了一種窘況 什麼窘況呢 確定它未來的主導性產業 或者新興產業 有點極其不定 或者沒有一個明確的這麼一個 確實可行的這麼一個目標 這個社會福利政策也影響到 整個它的這個財政收支的問題 那麼像這些它都有可以檢討的地方 或者可以調整的地方 那我就不曉得它過去一年多對不對 反反覆覆而對於這個兩岸經貿 講了很多很多這個正面的話 但是它後來也一一去把它推翻了 所以很多企業界看到它 就已經很高 就是非常密集的去提到兩岸要開放 然後階級用要鬆綁 然後這個兩岸經貿是未來避走一條路 大家其實心頭很高興 但是同時對不對 都打過問號是不是 大家都會覺得說 其實要看它怎麼做 我們幾個最明顯的例子 就是說美國那個市場 幾乎是全世界的火車頭 為什麼叫火車頭呢 它就是以它龐大的市場 來帶動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的增長 對不對 那麼我覺得我們這個大陸 對於台灣來也就有點類似這種狀況 就是說我們這個龐大的市場 完全可以拉動和帶動台灣的這個經濟增長 你要創造說 台灣能夠在第四季 有一個突發性的好轉 其實我覺得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要通行 因為你一旦通行了之後 其實外資會馬上來投資 那這一部分的直接創造的經濟成長率 是非常快速的 那麼第二個因素是開放入資來台灣投資 那麼這個現金過來 大陸資金現在是非常可怕的多 光是他們的這個外匯存體是1800億 馬上年底的兩岸要加入這個世貿組織 這個就是一個可以說是進一步改善 兩岸經貿關係的一個很好的歷史性的契機 我們這個北京市的這個2008年的這個奧運會 申辦成功 那從現在到奧運會這個2008年這個過程中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商機啊 人家說的這個 光這個建設項目的這個就達到上千億元人民幣的 延伸出來的既有的經濟學家分析三千多億 如果說是兩岸關係 兩岸經貿關係是一種正常的關係 是一種健康的向前發展著這麼一種關係的話呢 那這些這些市場這些機會 那要給台商要有多大的這個利益 最重要的一點我認為 而且也大概最有效的一點是 他非得重視怎麼樣和大陸的這個經濟合作 與交流的問題 也就換句話說就是怎麼樣對大陸的市場 善加利用來推動他的經濟的問題 這個是他面臨的最關鍵的一個問題 你如果說是台灣當局在這個 對兩岸經貿的發展 兩岸經濟的關係的推動等等這些方面 如果能有積極的姿態 積極的利用大陸的這個經濟發展勢頭啊 完全可以帶動他的經濟的發展 而且完全可以幫助他 擺脫目前的這個經濟的不領其的 這麼一個狀況 台灣人民不會忘記 一年前的5月20號 台灣當局領導人在他的就職演說中 曾經信誓旦旦 要帶領台灣人民創造經濟奇蹟 一年零三個月過去了 他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蹟 一個自從台灣實現經濟騰飛後 從未出現過的經濟大衰 最重要的人類疾病的 重要的人類疾病的